好来接下来选战逼近 各位你最近会不会发现 一直听到是不是真的要打过来了 抗中保台牌满满的出炉 满满的亡国感 是不是在冲选情呢 尤其是陈明通 他讲的话到底准不准啊 毕竟他也是国安局长 因为他呢这个三个大变化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对岸因为现在呢 布林肯一直说嘛 中共加速统一哦 but他居然说 蔡总统任内两岸都不会有事 哇你话可以说得这么准哦 然后呢他后来又改口 中共不会做登岛的战役 即使在国际专家眼中 也没那么快要到2027年 哈喽你觉得2027还不快吗 现在2022已经年底哦 2027也就是不到五年的时间 难道我们不用做任何准备吗 这是我们的国安局长各位 再来呢又改口了 2023年中共对台比较可能是 以战逼谈 话都是你在说 网友也说了 你没发现你自己讲的大矛盾吗 干脆说明天就打来了 两岸情势紧绷 美方还不断放送 大陆想加速统一时间表 甚至国安局长还这么说 转成内部的压力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攻台 我上次来讲 2023也要下回顾 2023就明年的啊 美国海军高层市井 美军必须为大陆在2024年之前 饭台预做准备绿媒标题 竟然还写 中国大陆最快年底清台 难道是最近两个月战争会开打 非但飞过来 都乱扯一通 然后开始是什么 2050 2035 2030 2027 2025 2023 现在你2022都出来 你刚才讲明天就打算了嘛 不行中是给北京动武的压力 那我们现在配合美方也在讲 说明年可能会打仗 为什么要这样子 没有毫无智慧可言 陈明通曾公开表示 蔡英文热内两岸不会打仗 后来又说不会有登岛作战 多次说不会有战争 现在改口说明年可能一战逼谈 网友嘲讽短短几天 你没发现自己讲的大矛盾吗 离你民进党选举越近 大陆越会打来 是怕芒果干不畅销 大关拼抗中搞鬼来了 要为连美抗中铺红弹啦 还有人酸 要不要干脆说明天就打来咧 在制造恐怖气氛 因为2022是总统要大选了嘛 所以民进党要卖芒果干了 又要去搞这个抗中保台了 狼来了讲久了也没笑了 官智两个口啊 随便都讲啊 打恐恶牌啊 大陆要打来了 要支持他了 抗中保台的一环啊 蔡英文国庆文告 大谈两岸兵容相见 不是选项 但北信想问 到底你为和平付出多少行李 记者谢宏如陈宜中 台北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这个国际消息啊 习近平在准备进入第三任期之际呢 美国又开始 抗中保台牌狂出啊 我们来看一下 布林肯呢 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 北京希望加速统一进程 在市井 而且是一周内两度这么说 他说呢可能会不择手段 包含胁迫施压等方式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动武 那布林肯说呢 台湾是半导体的重症 如果晶片供应链遭到中断 会对全球造成经济冲击 他说呢 美国会竭尽所能 确保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 好 布林肯呢 17号在史丹佛大学的这个论坛当中 也是讲了类似的话 他说呢 现在北京不能接受台海现状 要加快统一的步调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俄乌战争 打了八个月还没完耶 这个乌克兰在接受西方军援之后呢 现在呢火力又更猛了 用海马斯火箭弹狂轰几辆 躲在森林里面的 这个俄军的军车 当场都被炮轰击中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丁 最近也视察兵营 还亲自示范打靶要激励时期 俄乌大战打了快八个月 乌克兰收到西方各国军援之后 开始痛打俄军落点 最新影片曝光 一列俄国军车躲进森林 却遭海马斯火箭弹狂轰突袭 许多军车接连爆炸 被杀得偏甲不留 俄军也以手术刀 游荡弹药还以颜色 这种武器可高速伏击 还能制空盘旋待命 等待正确的打击时间 最近俄军也对手术刀 大升级换装弹头 可反装甲及对抗人员和掩体 为了鼓舞士气 普丁到新兵军营视察 还亲自拿着来福枪 趴地示范射把 拉近与士兵之间的距离 俄国发动一系列攻击 摧毁乌克兰能源设施 当地20号首度全国限电 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也和普丁达成协议 将设天然气中心提供给欧洲 也为普丁留条后路 就在俄乌大战期间 9月底 英国空军一架航机 在黑海上空遭两架 俄国战机发射一枚飞弹 俄方解释只是技术故障 非恶意攻击 俄罗斯战况吃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 普丁陷入绝望恐准备发动 全面战争 记者综合报导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地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decay上网代贝酱均